好 朋友大家好 今次我們又講講公屋話題 講些什麼呢 近期現在人們很出位 竟然公然住公屋原庫 當然要查一下他 浸漆一下他 究竟他有沒有違規 近日有港女港媽說原耀用一招可以排公屋 不用怕查入息 難道這個河馬教了徒弟出來 糟糕了 那我們處長怎麼搞 羅處長 跟著他 幫幫忙 跟大家一起看看究竟是怎樣 另外也會講講公屋 他們現在好像當房署某料道 就不交方 哇 真是一個河馬頂竹了那麼多 你看人家都千金大人都沒有有拍 我們幹嘛要被人查 是不是這樣呢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一下 真是誇張 這樣也可以 又會的 這一對老夫少妻就搞到滿城風雨 五次郎再加河馬 又說財商又說成成 學歷高更加錢銀高 你的眼角又高 什麼都高 三肢高 血壓高 什麼都有 竟然敢死 在東張自己大爆 又包包 又耳環 又穿金帶銀 是不是 真是老什麼肚 那時候都已經有人說 喂 處長 快點踢一下 話畢竟是住公屋 是不是 住公屋的人為什麼可以這麼富貴 處長有沒有解釋 那當然了 房署也是在做事的 但是近期 有位港媽就浪費命 就說了 用不著怕 用不著怕 我去一招 不用柴入色 這麼厲害 現在竟然找到破解之法 那會不會是真是河馬一族呢 我們一起和大家看看 究竟 怎樣可以破解 現在是不是真的要快點 倒失漏洞呢 話說有網民在網上提及過一件事件 因為他聽到一位港媽分享申請公屋大計 就說了 可以不需要擔心入色審查 順利上樓的 他聽到什麼呢 就說他自己在學校接小朋友放學的時候 無意中談到一位港媽就分享他申請公屋的方法 首先呢 就說原來他老公從事這個貨車司機 就現金糧 所以就不怕公屋入色 就是這個審查 他說我們請啊 我老公拿車子出現金 房署查都查不到 更加就說這位港媽在對話當中揚言石 就是很快上樓了 我們一定可以排到沙田的公屋 你也肯定排到沙田的公屋 現金糧 大家記不記得 是不是真的好像他呢 大家記得 當初說到河馬在街市擺檔攤 有人說他收散工 收現金 他那些入色分分鐘都不知道有沒有報到 他這些其中一種 有人說這樣上到公屋有公屋罪 你看看 村金大人影親富貴 不是十個江頭有九個富 你看他 嘩 真是吃到他胖胖胖胖的 是不是 很多人就覺得有沒有搞錯 如果是這樣的 天氣何在 當然了 可能是個別例子 但是看到這次也有這件事件就是這樣說 真是 是不是算濫用資源呢 其實也算是這樣的 但是又說 沒有辦法可以舉報到 有人就說 沒有了 以生作質 作條毛嗎 是不是 當然 這些就是別人說的 是不是真的 我但是不知道 等同有很多人都是 有很多人為了上公屋 各出其謀 也都說過一些 說到為了上樓 寧願 賺少一點 有職 也不升 老闆不要加工 為什麽呢 我正在排上公屋 我正在等著 就到的了 不過就到在多久 不知道 總之有入直路 不想臨尾鄉 有人說這樣為了公屋 犧牲自己的前途 當然了 他沒有犧牲他的前途 也找到他的前途 是不是 你有張良計 我有個場梯 無論河馬也好 港馬這種說法也好 就是一個共通點 他們就是收賢金 其實 很老實 這個問題 不是說只是在香港 在世界各地都有 我自己親身聽過一個事件 有些人不在香港 已經移居在海外 不是在英國 在世界各地 某個地方 因為那次我就去光顧一個香港人開的店 聊天 當中他跟我說了 大家在聊天 吹水 說了一些他在當地做生意的方法 我聽完之後 我說這樣也行 我說你不害怕嗎 然後我說沒有的 這些事情 你不要太離譜 他簡單來說 做些事出來 你又不可以完全走光了 正所謂一篇不能再篇 你怎麼也有些東西給別人渣娜 自然就沒有那麼緊張 要不然人家一元都不能待 你自己就很一生矮 類似他做生意的手法 就像剛才這位港媽的說法 又或者像何太 之前 他們去自己賣檔 海味 或者之前收的兼職 現金糧 那這種做法 其實不要說只是香港 很多都是 那當然也不要說騙的 因為他這些收現金糧 又沒有簽約的 又沒有所謂的保障 正所謂的首庭口庭 沒有的 你今天說 收工 出賣錢給你 明天就不用回來 沒有的 就是這樣了 所以其實這些都是一個有辣有不辣的問題 當然這個是吹的 有人說是吹水 你不要管是不是吹水 其實想心一層 實際是會有的 現在當然了 你看到河馬都可以繼續住到公屋 他那些家底都不知道有多少家產 人家都可以繼續去做到的時候 你又沒有辦法的 是不是 人家可以 為什麼你不可以呢 不知道是不是 河馬 現在呢 這件事件 令到很多人膽生毛 因為近日看到了 看到了 處長 他不是說 丟了很多form出來的 就是要他算一算 報一報他的資產 房署上年要求8.8萬個公屋住戶填補這個申報 今年4月初又展開第二輪25萬租戶的申報計劃 但是說到5月尾為止 因為5月31日是這個deadline 就一定要你加一份form 但是房署記錄截至5月24日的統計 只是收到11萬戶的申報 你有什麼一半都沒有 那就糟了 還有六成還未申報 好了 那究竟現在怎樣呢 現在這六成人 每個人都很幸運 你先搞定那河馬 他這麼明目張膽在電視機上浪費命 你都不踢他 你踢我的申報 有些人可能會這樣想的 我做什麼 啊 我不腳啊 你知道是魚蛋論來的 你要拔走我的申報 我要你拔走他的申報 我不要你給我一申報 我要他小申報 是這種很典型的魚蛋論 你給我都不腳 我一定要他沒有 等同看人家最開心 好了 見到就說 房署估計不少租戶 或者傾向在這個deadline 最後限期提交這個申報表 是不是有一種拖延症呢 其實可能都是 潮 怎樣啊 就是你5月24日到5月31日 拖多一個星期 可以住多一個星期賺了 好玩啦 你是壞就自己舉手啦 你賺一賺一兩個星期 都是要死的啦 好 另外房署亦都在這個申報表當中警告 作為任何人拒絕 或者忽略提供相關資料 可以被判罰 最高25,000元和監禁三個月 看到房署指出打擊濫用實施之後 在2324年一共收回接近2,800個公屋單位 做到事 比起兩年之前真是倍增 好了 有議員又覺得 從一個首輪申報發現擁有物業的比率去看 反應租會有薄薄的心態 所以呼籲房署轉移力量繼續撤查 究竟那些資產在哪裏 也都要了解不只是內地 海外都要了解一下 哇塞 走了去廣西 廣西有間屋子有很多錢 之前說到他急急地走 分分鐘正所謂阿伯走得快一定有古怪 這件事分分鐘各出其謀 對 所以看看接下來的回收數字 因為現在是6月初 你計算熊逸、郵局、時間、收訊、派訊 所以到時候他們可能數字會多一點 看看房署再報出來的數字 不過看到房署說會分批為第二輪申報家庭進行查冊 詳細覆核每一宗住戶擁有物業或土地資料 並且作出跟進 包括採取租約管制行動 甚至進行檢控的相關事宜 看到房署,我們的羅署長除了追星很勤力 更加打擊濫用公屋充滿信心 數字上都已經可以告訴大家是不少的 經過他們上一輪首輪的查核 發現了有220戶香港擁有住宅物業 其中有90戶已經被收回 其餘130戶就會按既定程序發出遷出通知書 甚至乎再作出檢控 所以看到房署在這個情況下不是不做事 給點時間吧 查也要時間 就算是房署快 也要等對方回覆才行 有時候一次過扔這麼多 不同的資料給內地相關部門 要是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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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要時間 逐個逐個檢查 就算檢查到 他也要了解 可能問這個地區 這層樓估計是值多少錢 他們應該要逐個案例去看 其實羅署長也說過 不是說內地有樓一定是壞 那你在內地看的 可能有個農場 你那幅地值多少錢 又或者有間農舍 又不是很值錢 可能在上海 那些非常厲害的 過千萬的豪宅區 那一間屋 那不用想 你一定是超標 所以可能不同地區 那個價錢都不同 所以羅署長那時候都說 要看看那間房子值多少錢 不要一觸高打船 但是這些東西他自己說出來 這些東西他自己說 是不是真的 我們都要核查一下 所以看到 這個數字呢 有很多人還想著搏好彩 不知道包括 他們 他們有沒有究竟被人查 當中有很多東西 還有那些什麼 社會長生津 那些什麼津協 那是不是真的 其實基本上不合乎資格 存在有些門騙的行為 等等 那我覺得應該 防署更加加大力度 去佛 不是這麼簡單 只是查這麼簡單 去佛 有議員覺得 始終有人擁抱著僥倖的心態 枪打出頭了 只是打他們兩個 不會打我們的 不是 打他們之餘 其他人都要打才行 如果不是 那我不做出頭了 就可以了 所以 所以 對一些輪候的人 更加不公平 我覺得 希望羅柱長也好 甚至火局方面 加倍努力 更加希望可以 找得深入一點 希望最後 將一些 有心 薄僥倖的人士 拔他出來 退一間公屋出來 甚至乎重罰 那就非常好 好 今集整天說到這裡 下次再說 拜拜